我们做才好事 关键在于豆腐和鱼的杂质 炸的够香 烧出来才入味 这道菜上次我们已经做过了 但是有很多粉丝说 为什么没有翻番茄 今天我们做一个番茄版的 小料有姜葱蒜 番茄打上花刀以后 放开水中 烫它10秒左右 10秒以后我们捞出来 放凉等一下进行一个剥皮 剩下的水 把鲜鱼进行一个汆烫 当然有一些饭店 他会喜欢保留表面内层原液 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 会有少许的腥味 杀好以后把它砍成大件 番茄的皮不易消化 把它去除掉 内部里面的白色 会影响口感把它切掉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块 水豆腐把它切成一字条 把鱼进行腌制 下入适量的盐、糖、蚝油、酱油 胡椒粉稍微多一些 因为鲜鱼它比较腥 再给物适量的米酒进行腌制 抓拌均匀以后 再撒上一些淀粉防止调料流失 全部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这一步开始正式制作 锅中烧油 我这个是酒店的做法 你们家里面的话 我这个用油的情况 你们全部把它改成煎制 先把姜葱进行炸香 再把油温升至180度左右 下入豆腐 包油温可以让豆腐的表皮瞬间发映 等一下我们在烧汁的过程中不会烂 而且很香 炸到这种有少许的焦黄 里面还是嫩嫩的就可以出锅 这样外焦里的肉骨直接沾盐水就很好吃 把油温继续控制在170度以后 下入鱼块进行炸制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烹饪上的技巧 90%以上的炸鱼都是用高油温下锅 除非是一些表皮已经发映的就不需要 炸到这种微焦的程度 你说它这道菜不好吃都没人信 出锅以后锅中的底楼把它炒番茄 炒至番茄有少许的粗水 炒到番茄开始出汁以后 再下入我们刚才炸好的小料 小料涌好以后就可以下入啤酒 如果你的鱼比较多可以下两罐 同时我们进行一个调味 下入蚝油盐糖 番茄煮出微以后 再下入我们的豆腐和鱼 再大火的继续烧制 这时候你就可以闻到很香很香的味道 在烧制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个细节 铲子要稍微去铲到底部 否则会容易糊锅 汤汁开始变得浓稠以后 勾上少许的淀粉水 里面再下入一些胡椒还有香油 这道菜其实你打不打欠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要带一点点的汤汁 它才好吃 出锅之前再给上葱段 倒入一个砂锅里面 让它二次的加热 香味会更浓郁 下饭神器 豆腐绵鱼堡 喜欢的帮帮点赞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观看